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个六个加六个一共是十七个 也就是人体整个的内脏十七个内脏都在里面 他们的生理他们的病例他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他们的功能出现异常将会出现一系列的什么样的疾病 这都是我们后面所讲到的内容 但是同志们请注意 西里边把它叫做脏腑 而中医里边把它叫做脏腔 为什么中医西把它叫的不一样 首先我们把这两个词先搞清楚 它量着这个词从它的含义上来讲 这个脏它有三重意思 它首先告诉的我们是人体的内脏 在哪里 内脏是在里边的 所以它是藏在我们人体躯壳当中的这么一个器官 所以这个脏在这地方它指的是内脏 它就包括了五脏 还包括了六脏 还包括了七横之佛 当然它的七二一层意思 它就讲的是藏了 藏什么 是藏于里面的 藏于什么里面呢 藏于我们人体躯壳之内的 为什么要藏起来 重要呗 越是重要的器官 它藏的就越深 大家来看 心脏 无疑这个部位 心脏在我们人体当中是最重要的 所以心脏的最外面是一层很厚的肌肉在保护它 我们把它叫做胸大肌 肌肉的里面 还有着肋骨去保护它 肋骨的里边 心脏的外面还有一层胞膜 我们把它做到心胞 三重在保护它 再看看我们下面的器官 肠子 就是一层脂肪 厚厚的一层脂肪和肌肉在保护它 所以肠子你可以断个十公分 二十公分 问题不大 对人体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个地方 少一点点都不可以 所以越是重要的那东西 必须把它藏得好好的 所以它的第二个意思读的是藏 藏在哪里 藏在人体的躯壳当中 其三个意思呢 还是读的藏 藏什么 它指的是我们人体脏象当中的五个脏 每一个脏里面它都藏的是精 气 和神 精气神这三个词 大家不太陌生 中国人都懂它 说这个人精神特别好 说你看人家谁谁 满脸的精气神 说你看看谁谁谁 没有精气神 精气神从哪来的 为什么这个人走起路来 一阵风 为什么人家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 为什么这个人气色很好 面色很好 为什么这个人的精力特别充沛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我们所说的精气神 所以在中医学当中 神这个词很重要很重要 因此在诊断疾病的时候 首先在中医的望阵里边 首先望的是神 所以中医里边讲 得神则畅 失神则亡 那么也就是说 不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还是一个疾病的病人 首先保证的是要有神 你即使发生了疾病 你是有神的 那么疾病也清淺 如果你是少神的 或者是失神的 那么你的病情可能就比较重 如果是假神的 那么可能问题更严重了 所以精气神哪来的 精气神依然是脏象当中的内容 所以我们说精气神在哪藏着 精气神是在五脏当中藏着的 所以通过我们对脏象学说的学习 心肝肺脾肾 五个脏搞清楚了 每一个脏他里边管的是哪一个神 他反应有什么部位 那么我们怎么去寻找他 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解决掉 那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 自己可能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医生了呗 不敢说你是一个准医生 最起码做到一个家庭的保健 我想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说的 脏三重意思 一重意思指的是人体的内脏 二一重意思是指的 它藏在了人体的躯壳当中 三重意思讲的是 每一个脏当中都藏的是精气神 来再看一看香 香这个词它也有三重意思 首先讲到的是 我们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 每一个脏都有着自己的形态结构 比如说心 中医学认为 心向导致未开的脸锐 非常漂亮 投资们 夏天到荷塘边去看 那种含苞带放的 粉红色的或者浅红色的荷包 就是心脏的形态 当然你看到的荷包 它是尖朝上 我们的心脏是它尖朝下 在这个部位太漂亮了 极有形态又有颜色 活生生的 所以中医学就是如此之美 所以通过对中医学的学习 不仅仅可以了解 中国文化的不大精神 不仅仅可以熟悉 中国医学如何给人看病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可以逃逸我们的情操 大幅度的提供我们的审美观 五脏 它主了人体的五个部位 所以我曾经讲到过 当我们把中医学的知识学完以后 一个中医学里边的标准的模特 就站在了我们人的面前 我过去还曾经讲过 她将是一个活脱脱的美女 因为中医学是一个美的文化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当你把中医学熟悉了以后 你的审美观都会上升一个层面 这毫不实严格其次之策 所以首先讲到的是形态的问题 其二一个像呢 她讲的是 内在的藏对应于外部的形象 这要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上来讲 有诸内 必行之一 诸外的意思 什么意思啊 里边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不见 从外边就可以看见了 比如说 买了一个苹果 是吧 红通通的 非常有光彩的一个 红富四苹果 但是苹果心心里边钻了个虫子 烂了 我们肯定是看不见的 那个苹果心心里边烂了 没有烂了 我们能不能判定出来 看不进去 一定是可以的 在哪看呀 尽管其他部位的皮都非常好 但是一定有着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虫眼 或者说那个地方起了个黑点 那么那个黑点 就反映的是 苹果里边已经烂了 这个里边烂了 叫做有株内 外边起了个黑点 叫做形之于株外 所以我们通过观察外面的香 就可以判定里边的脏 反回来讲 你的脏好不好 心好不好 肺好不好 肝好不好 每一个脏好不好 我们谁也不可能把心肝肺脂 是给你搬出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定它 一定是在外边去找它的香 它的形香 也把它叫做真相 中医学里边也把它叫做症状和体症 每一个脏 它都对应在外边的某一个部位 一定有着它相应的相 所以通过对它外边相的观察 我们可以推测它里边脏的变化 这也是中医学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方法 其三一个 它指的是通于自然界的物相 什么叫做自然界的物相 一年有四季 季季都不同 每一个季节有着每一个季节的表现 所以我们中医学是一个整体的医学 中医学把一个人置入到了环境当中 和空间当中 既有了它的时间的概念 又有它的空间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中医学里边讲到的什么呢 整体观念 所以中医学和西医学最大的不同点 是把一个人放到了社会当中 放到了自然界当中 放到了宇宙当中 一个时间的概念 一个空间的概念 再去研究这个人体 而西医学不是这样的 西医学它是分子结构上的 是整体层面以下的医学 它越研究的研究的越细 越研究的研究的越单纯 它并没有把人置入到社会当中 也没有把人置入到环境当中去思考问题 所以在很多地方 西医学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而中国医学是三维概念的医学 它已经进入到了三维的空间当中 所以它已经是具有了时间概念 和空间的概念 把人置身于其中 去观测我们人 所以我们人体的香 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内脏的香 同时它还包括了什么 同应与自然界的一个物相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的中医 大家都知道说中医每天在那个地方 诊脉呢 我脉呢 那么我们人体正常的脉象 是个什么样的脉象 非常的和缓 而且非常的有力 我们把它叫做和缓 有力 那么是不是这个人的脉象 一年四季都不变 一日四季都不变 当然不是 它一定会变 怎么样变 比如说在和缓有力 这是它的什么 这是它的主旋律 它每天都如此 但是如果说 现在这个季节是春天 它在和缓有力的基础上 它就会表现出一种 咸卖来 有点咸 那如果到了夏天呢 它就有点红霜 如果到了秋天呢 它就有点腐 如果到了冬天呢 它就有点晨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春贤 夏红 秋福 冬 晨 再比如说 那么你今天早上去摸这个人的脉象的时候 和今天中午摸这个人的脉象的时候 那也是不一样的 中午的脉象可能就会快一点 是吧 今天的气温20度 明天的气温30度 脉象也会变化的 所以中医里边伟大就伟大在这儿 我有着一个什么呀 我有着一个定量 但是我还有着一个什么呀 变量 在定量的基础上 时时刻刻融入了它的变量 它的变量 随着什么样东西去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辰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说 藏象学说当中的香 它依然有的是什么呀 通应与自然界的物香 所以黄帝内经里边讲得很清楚 心者阳中之太阳 通欲夏气 所以心是干嘛的 心在自然界当中就像什么 心在我们人体当中就相当于自然界里边的太阳 一轮红日啊 它硬的是哪一个季节 硬的是夏季 所以凡是有一点中于基础的理论的 这个知识底子的人大家都清楚 说干 硬的是春天 硬的是东方 说心 硬的是夏季 硬的是南方 而肺 硬的是西方 硬的是秋季 而肾呢 硬的是冬季 硬的又是北方 而脾硬的是中央透 所以我们不是就有了南朱雀 碑玄武 左青龙 右白虎之说吗 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红花 已经渗透到了中医学当中来了 所以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中医独有的思维 所以它永远不能叫做脏腑 而叫做脏象 一个脏三重意思 一个香也是三重意思 当然这两者合起来 它也是三重意思 那么既然中医学讲的是脏香 我们如何来给人诊病 或者说我们如何来知道 我们自己有没有个小的毛病呢 是健康的还是非健康的呢 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叫做义香 侧脏 我们也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思外 揣乐的思维方法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香是表现在外面的形象 它在哪里啊 它在外面 通过对外面现象的掌握分析归纳 最后来判定里面的脏 有什么样的问题 是健康的还是非健康的 这就是中医脏象学说 诊病的主要的随便方法 叫做以相侧葬或者死外揣内的思维方法 好了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 藏象学说 它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在整个的藏象学说当中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到的是 五藏的问题 五个藏心肝肺脾肾 这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脏腹器官 人它是以五藏为中心的整体观 其次我们要讲到六腹 还要讲到齐恒之腹 可能有些词大家不太明白了 说五个藏我知道心肝肺脾肾 那么我们要讲什么心肝肺脾肾 它个子在什么部位 它每一个藏入什么样的别称 它每一个藏在我们人体当中是干什么的 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出现一系列什么样的症状 反回来 我说这个藏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如果它这个功能出问题了 它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作为我们所有的学员来讲 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学习的 那么反回来讲当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应该反回来知道 哦原来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是一种正向的思维 而在你平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种异向的思维 当然它有些地方有着交错性行为 这是我们要谈到的五个藏的问题 五个藏在我们人体当中 它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说过了 它是干嘛的 它是藏什么 藏景气的 所以精气神藏在哪里 精气神藏在五脏当中 而六腑 它和五脏是相对应的 一脏一腑互为表里 比如说胆胃大笑肠 膀胱女子宝等等 膀胱等等 那么这六个腑是干嘛的呢 六个腑 它们都是空腔式的器官 一道器官排的是人体的糟粑 另外一条排的是人体的肺水 类似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下水道 所以整个六腑这个管状的结构 它一定要保持不断的向下走 一步一步向下走 不能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船化物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饮食物 吃下去以后 吃下去的饭 喝下去的水 最后一步一步的要变成药液 变成粪便 排泄出人体的体外 船嘛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要不断的发生变化 要把好东西不断的 给我们人体吸收回来 所以它还有这个化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我要问 可能要说几个问题了 比如说有些人在讲 说我每天吃饭吃的特别多 一顿一大碗 从来不长肉 说我是不是消化有问题 还有人说你消化没问题 你是吸收有问题 那么也有人在这样一样 说我怎么喝两个水都还在长肉啊 说我这个月又长了五斤重 人家别人大夏天都瘦了 我这个大夏天是长肉了 大冬天我更长肉了 我每天吃饭吃的不多 但是我特别长肉 是不是我的消化太好了 是不是我的吸收太好了 同志们是不是这样的 恐怕必须等到你学完脏象学说 你才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它是哪出问题了 那么我们每天在讲到的消化 消化什么东西叫消化 你再比如说 有些人说了 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呀 特别胖特别壮 但是我就每天感觉到困得不行 哪出问题了 还有些人在讲 说我这两年怎么动不动 这个一查血糖就高 一查血糖就高 说血脂也高了 人家别人都说 血脂高了不能吃肉 说血糖高了 一定这个也不能吃了 那个也不能吃了 同志们是不是这么回事 还有些人在讲 说我现在血糖高了 我现在血脂高了 人家医生都在告诉我 说你要迈开腿 你要管住嘴 真的吗 这句话对不 恐怕不能这样认识 还有人在讲 说我现在四十岁左右 记忆力跟不上了 动不动就出现了忘事了 老觉得这个脑袋 懵懵懂懂的 同志们 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 难道这些问题不是都是 不都是我们平常经常见到的吗 再比如说有很多女同志在讲 说我今年才三十多岁 月经推迟了 每个月来的时候都推迟了七八十来天 人家别人是一年来十二回 十三回 我一年只能来九回 我这个套便宜了 我一年少来两三回来 这要少出多少血来 正常不 还有一些女同志讲了 说人家别人来月经以后三天五天就结束了 大多数人都是五天就结束了 怎么我就两三天时间 第一天一点点 第二天好像还可以 第三天 基本上就不见了 其实这些问题都非常困扰你同志 大家可能也经常去找医生看 而且可能经常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 你气血亏虚了 你气血亏虚了 当然我女人我毛病 说气血亏虚错不了 真的就是气血亏虚了吗 哪儿来的气是谁管的 血是谁管的 女子是以什么为本的 女子的月经到的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问题不得搞清楚吗 是不是 还有一些女同志来了 说医生啊 我今天终于把时间赶上了 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 我准备要二胎呀 我要备孕 我说这生个孩子就生个孩子 还备什么孕呢 生孩子 这个怀孩子 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说医生啊 你不知道 我这两年月经有点不正常 我还有点这个毛病 我还有点那个小毛病 所以我要吃点重要调理 怎么调理 怎么调理 那么也就是你首先要搞清楚 女子的月经是五脏六腹七横之腹当中 谁管的 你还得搞清楚 这个生人女性的怀孕 从他受惊 一直到胎儿的降生 是谁在主管这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男同志也在讲 说医生你看我现在这个头发都白了 很年轻啊 我才二十多岁 我头发白了 我是不是血热呢 所以我这个头发白了 我是不是肾虚呢 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也许我今天不告诉你答案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的是 其实好多认识 大家都认识错了 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 理论上来讲 他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 所以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 只能一步一步往后走 润物细无神啊 这是我们所谈到的 整个藏相学说当中 我们要解决到这么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 西医里边叫藏腐 中医里边叫做藏相 为什么非要把它叫做藏相 它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有很多人在讲 中医不科学 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 我不敢说其他的话 我只可以说 中医是给智者去学习的医学 你只有是自己足够了知 自己足够了聪坏 你才有可能把中医学会 我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是在讲 中医他太科学了 其实他科学不科学 我们不需要打嘴仗的 是吧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几千年的流传下来 五千年以前在为人类的贡献做 这个人类的健康做贡献 五千年以后的今天 依然在为人类的健康做贡献 而且此贡献是越来越大 科学不科学 自在你我心中 那么他是怎么形成的 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的因素 他是中国古代几波知识的一个积累 我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一个词 古代几波 他受到了中国古代几波知识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人不懂得几波学 或者说中医学不懂得几波学 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一个问题 我们所讲到的每一个藏的名字 每一个府的名字 不都是汉字吗 我们所说的心就是心脏的心 那是汉字 它而且是个相形字 西方人没有把这个东西叫新的吧 英语字母 英语怎么读 我也不知道 我英语学的太差 所以这些词都是我们中国的词 怎么来的 几波发现的吗 知道的吗 我们赋予着它名字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想我不用我一个一个在这说 大家稍微动点脑子都可以明白了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受到了中国古代几波 它的知识的一个积累 其二一个呢 它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 比如说一说到中医 人们马上就能够想到的什么阴阳学说呀 五行学说呀 元气论呢 那么这些是在诸子风起的时候 百家争鸣的过程当中 中国古人要去解决一系列 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必须有一个哲学观 必须有一个方法论 所以中国的哲学思维方法 自然而然的就应运而生了 它是来解决问题的 那么人的生老病死如何来解决 这也得有一个方法呀 所以哲学远远早于医学 那么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 我们的文化达到这个水平了 我们的科技也达到这个水平了 我们的医学也达到这个水平了 我们的哲学观更是达到这个水平了 在此时所形成的 于应运而产生的中医学 必定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所以影学说五行学说元气论 进入到中医学当中 是一种什么 顺其自然的 自然而然的一种事情 那么也恰恰是由于中国哲学 进入到了中国的医学当中 而是中国医学看问题和看人体本身的思维 发生了变化 这才是我们的医学成为一个什么 高屋见领式的医学 其三一个 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 对我们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不断的观察 比如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人的面色很好 而睡了一觉起来以后 第二天这个面色不好了 就得思考 猜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说这个人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头疼 是吧 浑身怕冷 打喷嚏 流鼻涕 咳嗽 流什么鼻涕 青色的鼻涕 咳痰吗 咳痰什么样的痰 白色的痰 怎么了 大家都知道 啊 受风了 受寒了 中也把他脚的感冒了 三千年以前 两千年以前 到底是啥毛病 大家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吧 怎么治疗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是特别明白吧 终得去尝试啊 对吧 所以正好门前有一把子草 把那把子草搁下来 回去熬点汤汤 喝了 哎 这个人喝了好了 下一回那个人出现了 再把那个东西再一喝 哎 这个人也好了 这不是一个人好了 两个人好了吗 这就是经验嘛 经验不断不断的积累起来 十个人九个人好了 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好了 那么可能最后就是 啊 这个草 它能够干什么 这就是我们中草药的来源嘛 所以它的第四一个形成 是长期的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 和总结 所以中医学是一个经验积累起来的医学 既然是经验积累起来的医学 那你说它的疗效可靠还是不可靠 我想这个话不用我说 它全部来自于临床 全部来自于实践 是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东西 然后形成的这么一个理论 当然它是减小的 所以谁更科学 我不给予你答案 你自己都应该清楚了 最后一个问题 中医的脏象学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中医脏象学 大家首先要搞明白 中医中医 一说到中医 既然也有着中医的特点 要有着中医脏象的特点 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 在人这个整体当中 大家都知道 你看谈到了五脏六腑七横直腑 后边我们还要谈到经络呢 是不是 还谈到五体五官五智五华五翘呢 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领寸 一个一个的东西放到那个地方 怎么样让它成为一个整体了 那么在这个整体当中 是以谁为中心的 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家有牵口 主是一人 这个家里边的人再多 必须有一个人主管着 这么多的器官里边 谁管着呀 五脏 所以中医的脏象学识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 当然后边我们还会讲到 在五脏当中 又是以谁为主体的 那就是心嘛 所以心叫做君主之观 为大主 其二一个呢 既然讲的是脏象脏象 我们这个地方还谈到了 它通用于自然界的五相 是吧 那么中医学的器官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中医学当中讲到的 每一个器官 你一定不干和西医里边 那个脊弗器官 相等同去 经常在临床上 遇到这种现象 有些病人来了 医生啊 你说我身好着没啊 我说你我肾脏好得很 哎 你说我这肾脏好得很 为什么有些医生说我肾虚啊 请注意 西医的肾和中医的肾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词不一样 西医的肾就指的是肾脏 中国老百姓叫的腰子 就是肾里边那个什么 这么个东西 这就叫做肾 那么中医里边的肾 它也源自于这个肾脏 但是它已经远远高出了这个肾脏 因为西医里边这个肾脏是干嘛的 西医写得很清楚 那中医里边这个肾脏是干嘛的 它还管生殖的 它最主要的是管生殖啊 你要让西医那个肾脏管生自己 类似它呀生不下孩子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中医的肾脏 中医里边讲到的身 已经远远的高出了西医里边 那个解剖器官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一块去 你再比如说中医里边的心 和西医里边的心脏 是的中医里边也在讲 心主血脉 心脏的功能 但是中医里边还讲了说 心主神 神可不是心脏管的呀 神是谁管的呀 司令部嘛 大脑嘛 和他的神经嘛 所以这样就产生了过去一个争论 说中国人不懂得解剖 人家应该是脑主神 其结果中国人说是心主神 最后还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说心主神脑主神 心脑共主神之说 越弄弄就越乱套了 为什么弄下这么多问题 根本就没有把中医的脏象给搞清楚了 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比如我的学生就问我了 第一节课 我刚给他讲了皮 第二节课 我的学生来了 说老师 不对吧 我上个节课讲几破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了 皮脏破裂 你把它一割 一修补 怎么咱们中医里边讲 这个皮脏就死 一点点也不能动得为后天之本呢 不是一马的事 经常还会见到这种情况 尤其是好多女同志来看病 好多女同志来看病 说医生啊 你说我干好的没 我说你干好的了 那人家医生 人家那个医生不是说我肝气郁节 我说肝气郁节就肝气郁节了 和你的肝脏有啥关系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查个肝功能去 肝气郁节和你查肝功能 完全就是两码子 肝功能是西医里边肝脏那个功能 这个地方讲的肝气郁节 讲的是中医里边肝的功能实质了 所以在中医学当中所讲到的脏象 它另外一个特点 它是具有了时空概念的功能的模型 每一个脏我们只讲它的功能 它应该它已经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所以一说到心 不要单纯想到你这个心脏 你要想到 哦 它和自然界的夏季是通应的 它和南方是相通应的 它和红色是相通应的 而且它是我们人体 所有脏腹器官当中的什么呀 主宰着 这样才等于把中医给搞清楚了 所以我确实明白我们很多学员 说张先生你能不能给我告诉我一下 我今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俩长个痘痘 我怎么办 其实我也想告诉你 但是当我告诉你脸上长痘痘的时候 我不能简单的告诉你 把这个药吃了 那长痘痘的原因很复杂呀 比如说有些人是费精有热 有些人是费精有热 还感受了外血 比如说有些人是胃精有热 比如说有些人是大肠精有热 我们还有些老北京警察讲 说我这个大便杆可能肠子里边有毒了 是不是 所以要想解决掉我们人体的某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整体的来看待 因为人是一个什么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 而我们的每一个脏呢 又是具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功能的模型 所以中医看病难就难在这儿 不是说你感冒了吃个白家黑的问题 我也会说 白天吃白片不瞌睡 中医他不是这么回事 他是个很复杂的医学 所以他的奥妙就在这儿 他的玄机也在这儿 他给人的吸引力也在这儿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其中的妙 把它解开了 所以在一种什么 乐趣当中 快乐当中 在那种非常欣赏他的感觉当中 去学习中医 去领悟脏象学说的基本内容 最后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 你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我想自然而然的也就解决了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